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九万分焦急 眼见着凤九那一掌就要落在冷月身上 他想要去阻止竟已经来不及 这一掌要是真的取了冷月的性命 事情可就真的闹大了 冷月死不足惜 玉京风并不觉得自己对他有多少怜悯 但这会直接让凤九和王爷势成水火 凤九杀了帝毅的义女 帝毅还能放过凤九吗 到时候最为难的还是王爷 凤九 剩下留人 玉京风咬着牙想要扑过去 只是真的无能为力 碰的一声 凤九那一掌落在对方的胸膛上 一缕血丝从他的唇边滑落 鲜红的色泽在他白皙的脸上犹如血破 美得如此惊心动魄 可是 这张脸分明不是冷月的 阿九 太后一阵急欲攻心 两腿一软 身子软软地倒了下去 联二和两名侍卫立即将他扶了起来 联二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王爷 王爷 太后快要吓晕过去了 快 叫莫白 战青城刚开口 又一缕血丝从他的唇角滑了下来 可见 凤九这一掌真的不轻 就连九王爷内力这么深厚的人 也直接被他打伤了 郁京风缓过神来 立即大声唤道 快去啊 请莫白过来 快 尹卫以最快的速度往西乡的方向奔去 郁京风回头看着王爷 他唇边的血丝让人如此触目惊心 可是王爷不说话 只是盯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凤九 这个时候 谁敢开口说半句废话 帝义晚来一步 看到凤九的手还在战青城的胸膛上 他的阿九却明显受了伤 一看就知道是凤九伤的 讽刺 他激怒攻心 想都不想 一掌送了出去 战青城只是随意一挥手 长袖轻浮之处 绵长的掌风扫出 轻易地将帝义那一掌给划去了 阿九 帝义是真的气 阿九已经伤成这样 竟然还要护着伤他的人 事情怎么又到了这一步 以前是凤九儿 如今又来了这么一个凤九 为何阿九竟然对他们都如此的宽容 义父 义父 他想杀我 害羞的王爷 冷月 死里逃生 方才好一会儿 没有回过神来 如今 人终于从死亡的惊恐中醒来 看到帝义 立即冲了过去 站在了帝义的身后 他刚才 是真的被凤九给吓到了 这里是九王府 到处都是九王爷的人 他却差点死在了一个外人的手中 郁京风那个混蛋 竟然不让侍卫将凤九拿下来 他自己也不来帮忙 只是随意应付了下 才会给了凤九这么大的机会 差点一掌将他打死 郁京风这个仇 他心里记下来了 以后绝对会回报给他 但现在 冷月也是慌得很 就怕连战青城都不愿意 保护自己 所以回到帝义的身边 才感觉自己是安全的 帝义盯着战青城 战青城却只是看着凤九 眉宇间的柔和 让人如此的无奈 看样子 就算是阿九被这个少年伤了 也不打算追究了 凤九的视线 终于从战青城的 唇角的血丝上收回 他的手 也缓缓地收了回去 转身 冷冽的目光 依旧盯着冷月 掌中 瞬间蓄上了真气 猛的 他的手腕 被人一把扣住 战青城的声音 虽然有着浑然天成的冷漠 但谁都能听得出来 他对凤九始终有一份 旁人猜不透的温和 为何一定要杀他 他伤了我的人 凤九握紧了掌心 盯着冷月 那双眼眸燃烧着熊熊烈火 恨不能立即将冷月烧成灰烬 他伤了一男 这个阴险的女人 想要报仇 为何不冲着她来 伤一个已经残废的人 有什么意思 凤九不怕他玩偷袭 那为什么要伤害无辜 凤一男和他有什么关系 冷月见战青城 将凤九给拖住 他就不慌了 眼眸垂下 眼底那一抹得意的神色 被他掩去 他看着战青城 楚楚可怜 我没有 王爷 我今日一直都在此 从未离开王府半步 我如何伤人 战青城没有理会他 只是握着凤九的五指 微微紧的紧 这事 我来处理 你是要护定了这个女人 凤九抬头 迎上战青城 写着莲西的眼眸 这一刻 他眼底的莲西 让他看着 实在是讽刺 凤九 我只问你 今日有你在 我便杀不了这个女人 是不是 凤九冷声问道 战青城没有说话 但他的态度 已经给了他答案 他不会让自己杀了冷月 因为冷月 是地义的人 哼 我不为难你 凤九 忽然用力一甩手 力道非常狠 几乎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若是战青城不放手 势必会伤到他自己 所以 他五指一松 放开了他 凤九 冷到让人胆怯的目光 锁在了冷月身上 世人的眼神 竟让冷月 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他明明不怕他 可是这一刻的凤九 那眼神 真的很可怕 这件事 没完 丢下这话 凤九一转身 举步往后门的方向走去 他在这座王府 来去自如 伤了人 还能够轻易走掉 地义的心里 实在是不舒服 可是玉京风 亲自送人出去 可见 阿九对他的重视 以前是凤九儿 如今是凤九 阿九这是将凤九 当成凤九儿来宠了吗 一个黄毛小子而已 何德何能 能让阿九如此相互 如此冲动的小子 竟直地闯入王府杀人 可有想过阿九的难处 经此一意 之前对凤九的那些好感 一下子就没了 原本也不过是个意气用事的人 战青城想追 莫白却在此时到了 莲儿也呼唤了起来 王爷 王爷 太后不好了 太后喘不过爱气了 战青城大掌一紧 无奈回到了太后的身边 将他一把抱了起来 往寝房走去 莫白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能提着药箱 急不跟随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